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讲两道综合题 第一个是2021年的 甲公司相关年度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第一个二某18年的1月1日 甲公司已发行5000万股普通股作为对价 从丙公司处购买期所持有已公司60%的股权 当日办理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那么甲公司所发行的股票面值每股1块钱 供应价值每股是10块钱 如果是非同意控制的话 我们要按照发行股票的供应价值作为和平成本了 那么另外甲公司已银行存款支付了 已公司股权评估相关的费用 是150万元把它寄入到管理费用 二某18年的1月1日 已公司净资产的账民价值6亿5000万 其中股本2亿5 资本公积5000万元 盈余公积2亿6 未分配利润是9000万元 可变认净资产的供应价值是8个亿 8个亿减掉6亿5 是1亿5000万元的差额净资产评估的增值 原因是一宗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导致的 那么其他资产负债的供应和账面是一样的 这个土地使用权上可使用50年 预计净财日领值宪法摊销 当日贾对乙的总是会进行改选 改选后能够控制乙公司 那就意味着二某18年的1月1号这一天是购买日了 贾公司购买乙股权之前 乙公司是贾公司的常年购户 除此以外贾乙饼不存在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那就意味着贾和乙之间的合并 是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第二个资料 说二某18年的6月25号 贾公司出售其所生产的设备 生产的设备就是存货 给乙公司售价是2500万 成本是2000万元 那么乙公司作为管理用的固定资产 并在二某18年的6月28号投入使用 以这一边是6月份确认固定资产 那就意味着从下午7月份开始系贴 折旧到当年的年底 要计提半年的折旧 预计使用十年净残之粮按照年限平均法 计提折旧到这先暂停 这个内部交易怎么抵 借营业收入是2500 带营业成本是2000 形成的代方差额500 带固定资产原价 同时这500要除以10年再除以2 把个别报表多提的折旧给抵掉 借固定资产一杠里 即折旧代方充管理费用 那么截至到年底 甲公司尚未收到款项 双方形成应收应付款 合并报表层面要抵消掉 那么甲公司按照应收款余额的 5%既提了坏账准备 那甲特个别报表上提了坏账准备 合并报表层面是不是也没有啊 还得把它既提的坏账准备反向抵掉 那么这个应收款呢 于二某19年的3月10号收存银行 就意味着下一年双方的应收应付结算了 那么结算的话呢 下一年编合并报表 就不用把应收和应付抵消了 因为已经没有了 但是呢 我们上一年抵坏账的这个分路呢 还要抄过来 把信用减值损失 换成年初未奔配利润 同时 因为个别报表把钱都收回来了 那就意味着要把它既提的坏账准备做转回 个别报表转回的坏账 在合并报表的角度呢 也要把它怎么样抵消掉的 第三 二某18年度呢 以公司赚的净利润是16千万元 那这个要进行调整 因为购买日时点的有无形资产 评估增值 那么持有的金融资产 供应价值上升的 确认的七大增合收益呢 是1000万元 二某18年12月31号呢 按照购买日以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 持续计算的净资产 是7亿2000万元 其中股本215 资本公积5000 其他增合收益呢是1000 就是这1000了 因为购买日呢 其他增合收益是0 营运公积26600 未分配利润呢是14400万元 我们年末边合并报表 长头要跟所有者权益底调啊 这里边的所有者权益呢 有的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当然有的不行 比如资本公积呢 是供应价值调整后的 那么这个未分配利润呢 也是任命按照供应价值 口径调整后的金额 第四呢是二某19年度呢 乙公司赚的净利润是5000万元 又过了一年 那么金融资产供应价值的上升 确认其他增合收益呢是200万元 当然这个5000万元呢 也要进行调整的 甲公司边合并报表时呢 将乙公司作为一个资产组 那么二某18年末减值测试时呢 没有发现这个资产组存在减值 但是二某19年12月末 我们对它减值测试呢 结果 可收回金额呢是9亿2000万元 那么乙公司净资产的账命价值呢 是77200万元 你说我们对乙公司这个整体 作为一个资产组 进行减值的测试 能不能够拿他们两个直接比啊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个77200呢 是个别报表口径的 我们要的是合并报表口径 持续计算的 包括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 还包括不可辨认的完全上运 就是得把母公司所确认的上运 用它去除以母公司的持股比例调整成为完全上运 之后呢才能够跟可收回金额9亿2000万元的进行比较 比完了以后呢如果说账面价值大于可收回金额呢 这个差额呢先充完全上运 充到零为止再充可辨认资产 我们完全上运的简直呢 还得呈上母公司的持股比例 最终呢才是合并报表上确认的商运简直 那么第五个资料呢说 二某20年1月1日至3月1日呢 贾公司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包括这么多 1月20号呢贾公司于二某19年12月份 销售的一批产品因质量问题被退回来了 看到了吗 上一年销售的产品在资产负债表的日后期间退回来了 是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那么2月22号呢 经批准发行公司债券的是8500万元 这是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新发生的 是属于非调整事项 那么2月28号呢 贾公司购买定公司80%的股权并控制定公司 那么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呢 新收购了一家子公司 也是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那么假定上述事项呢 均具有重要性 其他资料 第一个 双方按照10%提应公计 第二个呢 是以资产负债的构成业务 所以呢 才能够按照企业合并准则处理 第三呢 是贾公司二毛19年财报呢 于二毛20年3月1号批准对外报出 意思是呢 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要求第一问 根据资料一呢 计算长期股源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并编制相关的会计份录 计算合并商与的金额 那这太简单了 送分的 第二问呢 根据资料一至三呢 编制二毛18年合并报表的调整抵消分落 就是合并后的第一年 第三问呢 是根据资料二 编制二毛19年合并报表当中 于年初未分配利润相关的调整抵消分落 就针对双方发生的内部交易的抵消 那么第四问呢 是根据资料一指示呢 计算甲公司应当计题的商与减值准备 并编制相关的分落 而这是合并报表层面的分落 我们要借资产减值损失 带商与一杠商与减值准备 第五呢 是根据资料 我判断甲公司二毛20年的1月1号 至3月1号发生的每一项交易事项 是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还是非调整事项 并说明处理的方法 第一问的答案 长头的初始成本5000万股股票的 供应价值呢 是5个亿 商与呢 用5个亿减掉被购买方 可辨认净资产8个亿 呈持股比例60% 结果呢是2000万元 翻录呢 我们按照合并成本 借长期股票投资 按照股份的面值呢 带股本5000 差个资本 攻击股本印价 直接相关费用呢 是借管理费用 带银行送款150 第二问呢 是合并报表 是吧 二毛18年的1月1号购买日这一天呢 二毛18年的1月1号 是不是购买日啊 回去查一下 二毛18年的1月1号这一天呢 是不是购买日 是购买日 我们的合并报表呢 最早呢 是在购买日这一天编制的 怎么编啊 因为购买日时点呢 子公司有评估增值的无形资产 所以呢 先要把它调成供应价值 借无形资产 带资本公积呢 是1亿5000万元 调完了以后呢 把长头跟权益对冲 带长期股员投资 就是个别报表的金额了 合并成本 那么我们借发 冲子公司的股本2亿5个别报表 直接拿来用了 资本公积呢 个别报表呢 是5000 我们合并报表层面呢 又调整了多少 又调整了1亿5 加起来呢 是2亿 把它冲了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呢 是个别报表 直接拿过来用的 我们代方确认一个少数股东权 借房道解什么 道解 上欲 这个大家都应该比较熟练了 当年的年末 变合并报表 我们要继续针对评估增值做调整 借无形资产带资本公积 是1亿5000万元 同时呢 评估增值的无形资产 在合并报表角度呢 要补提摊销额 1亿5呢 除以50年 一整年的时间 借管理费用带无形资产 一杠继续针销是300万元 下面呢 内部关联交易的抵消 借营业收入2500代营业成本的是2000代固定资产原价的1500 那下面这个呢 是把个别报表多期的折旧给抵掉 用500除以10再除以2 半年的时间 6月份确认固定资产 从7月份开始寄贴折旧 金额呢 125万元呢 我们借固定资产一杠累计折旧 代方充管理费用 那下面是把应收应付给抵掉 借应付账款 带应收账款的是2500 再接下来呢 把债权人这边 针对应收账款 具体的坏账准备抵掉 用2500 x 5 125借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账信用 简直损失 那么二某18年 以公司调整后的净利润呢 用账面净利润是6000 我们这个调整呢 和并报表层面 只调苹果增值减值的影响 那就是调什么呀 当年苹果增值的 无形资产补提的摊销额 加大300万元的费用 调减它的净利润 5700万元 用5700呢 乘母公司持股比例 60% 3420代投资收益 那么用其他中央收益的 这个变动1000乘上 60%呢 是600代其他中央收益 加起来呢 是4020的借长期股权投资 那下面是长投跟权益的抵消 但长期股权投资呢 个别报表成本法的是5个亿 加上我们权益法刚刚调出来的是 4020 结果54020 把它冲了 那我们借方充股本2亿5 资本供给2亿 这跟购买日都是一样的 其他中央收益呢 个别报表直接拿来用了 盈云供给直接拿来用了 那么未分配利润呢 购买日是9000 其他人是我们当年赚的 算什么 调整后的 调整后的净利润是5700 这边算没算过 这呢算过了 再减掉提的盈云供给 提盈云供给呢 是依据账面净利润 6000乘10%是600 没有信仅股低的分配 那到这我们就调完了 14100把它冲了 我们代方呢 确认少数股东权益 用此公司虽乐权益的总数 乘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 那么接方差个到几页 赏玉 是2000跟购买日怎么样 跟购买日的这个赏玉呢 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一年年末还没有提简值 接着走 投资收益和利润分配的抵消 借年初位分配利润呢 是购买日的 9000个别报表 直接拿来用了 我们冲掉母公司按照 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 这个位置呢 算过了 是3420 我们再确认一个 少数股东损益 要此公司调整后的 净利润5700乘 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40% 结果呢 是2280 那么代方 抵掉当年提的 盈利公积600 差额到几 年末未分配利润14100 跟这里边 接方的 年末未分配利润14100 是一样的 那这个题呢 就做对了 第三问呢 是二某19年 与年初未分配利润 相关的调整 抵消分论 该抄抄 该替换 替换 我们这个内部关联交易 上一年咋做的 上一年呢 是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固定资产原价 下一年呢 把营业收入 与营业成本的 差额呢 是500 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是不是就行了 所以我们要借一个 年初未分配利润 带固定资产 原价是500 同时呢 我们把上一年 多题折旧抵消的分路 抄过来 在这呢 上一年呢 代方式管理费用 我们下一年呢 换出 下一年呢 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所以呢 借固定资产 一杠累计折旧 带年初未分配利润呢 是25万元 下面这个 大家能看懂不 先分析一下吧 那么下一年的 应收应付不用抵了 因为都已经了结了 但是呢 之前提坏账 抵消的分路还得做 我们上一年咋做的呢 我们上一年呢 是借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带信用减值损失 如果你忘记的话呢 不嫌麻烦 回去找一找 在这呢 借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带信用减值损失呢 是125 下一年 这个分路要照做 把代方的信用减值损失 换成什么 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就是这个分路了 接下来呢 因为第二年 个别报表 把应收款 全都收回来了 那就意味着 要把他上一年 记题的坏账准备 做转回 个别报表 转回坏账的分路 大家闭上眼睛 想一下怎么做呀 是借坏账准备 带信用减值损失 但在合并报表 角度没有 所以要把他个别报表 转回坏账的分路 给他做一个反向抵消 怎么抵呢 那就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应收账款 一杠 快账准备 125倍 他们两个一合并 看看什么结果 借应收款 带应收款 消掉了 保留的是 我们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年初未分配利润 就是上面这个 分路 就看明白了 第四问 合并报表当中 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账命价值 用购买日的是八个亿 题目当中给的 就是购买日可辨认的净资产 供运价值 我们算的是什么呀 我们要算一个持续计算的价值 那么加二某一八年调整后的净利润是五千七 加二某一八年其他作用收益是一千 我们再加上二某一九年调整后的净利润 五千是调整前 减掉评估增值补提的 这个摊销额加大的费用 以五除以五十年 那这个是四千七 我们再加上二某一九年 其他作用收益的变动是两百 那这个结果是九一六零零 小约可收回金额九一二 那就意味着可变成资产没有减值 第二个步骤 把商誉加过来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账命价值 是用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 91600 加上注意是完全商誉 那么母公司所确认的商誉是两千 那得除以母公司持股比例60% 结果是九四九三三点三三万元 这样的话就大于什么 可收回金额了 他们两个做一个差 减值损失的是二九三三点三三 全都是谁的呀 全都是商誉的 但是在合并报表层面呢 我们的商誉价值呢 只是反映母公司 按照持股比例下有的 那就意味着减值呢 也只是确认母公司 按照持股比例的这一部分 因此二九三三三点三成60% 结果是1760万元 就是第二年合并报表层面 应当具体的商誉减值金额 分路呢 借资产减值损失代方 商誉一杠商誉减值准备 这个写法呢 是最规范的 直接对报表项目 不要启用科尔默 那么第五问呢 事项一销售商品被退回呢 是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那么我们后面的二和三呢 是非调整事项 那么事项一呢 应当充减报告年度二某 19年利润表已经确认的 收入和节省的成本 那么退回的商品呢 要调整二某于19年资产负债表 库存商品或者说存货 报表项目呢 叫什么 叫存货这个项目 那么事项二和事项三呢 应当直接调整当期的项目了 不涉及二某19年报表的调整 但是呢 应当在二某19年报表付出当中 进行披露 OK 这个题就给大家讲完了 接下来是2019年的一个综合题 这个题 将来是一种拼牌式的题目了 把各个业务拼到合并报表层面 甲公司拥有乙公司 丙公司 丁公司 物公司等子公司 需要编合并报表 那么甲公司及其他们的海尔门 相关年度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其他资料第一个呢 是乙丙丁和物呢 快捷政策与甲这边相同 期间呢也都一致 不涉及到政策期间调整问题 不考虑相关税费 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先说第一个小故事 那么乙公司呢 是一家建筑施工企业 甲持有期80%的股权 2056年的2月10号 甲公司与乙公司 签订了一项总金额 是5亿5000万元的固定造价合同 那么将A办公楼的工程 出包给他的孩子 乙公司负责建造 那么该合同不可说交 A办公楼于2056年的3月1号开工 预计2057年12月份完工 乙公司预计建造A办公楼的总成本 是4亿5000万元 那么甲和乙一致同意按照 乙公司累计发生的成本 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算履约进度 把它称之为成本法 那么2056年是开工的这一年了 乙公司为建造A办公楼发生的成本 是3个亿 我们用3个亿 除以预计的总成本4亿5000万元 就能够把当期的履约进度算出来 要履约进度去成总的交易价格 工程款 就是当期负责建造的这一方子公司 所确认的营业手中 那么当年双方结算的工程款 是2亿5000万元 怎么做呀 你这边呢 就是借应收账款贷合同结算 那么实收的金额呢 是2亿呢 借银行总管贷应收账款 那你说甲这边怎么做呀 你这边借着一个应收 就意味着甲这边要贷一个应付账款 那么甲这边贷应付账款 借什么东西值得吧 借再建工程呗 要以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因素 那么乙公司呢 预计完成工程的上去发生成本 是2个亿 这样的话 当年的履约进度得用3个亿 除以什么 除以3个亿加上2个亿的核了 跟原来不一致的 调了 2057年度呢 乙公司未建造A办公楼 实际发生的成本呢 是2亿1000万元 那么乙公司和秉公司 结算的工程款是3个亿 我们以这边呢 继续借应收账款贷合同结算 实收的金额呢 是315 借银行存款贷应收账款 而我们甲这边呢 继续要贷应付账款借在线工程 付款的时候呢 借应付账款把它冲了 然后带什么 银行存款 就是合并报表的东西 大家不用怕 你先得把个别报表怎么做搞清楚 合并报表反向抵消就完了呗 207年12月10号呢 这个办公楼全都建网了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就意味着就是这个甲公司吧 甲公司呢208年的1月份开始既提折旧了 那甲公司208年2月3号呢 把这个办公楼正式投入使用 这是干扰项 那么甲公司运计这个办公楼能够使用50年净残之粮 采用年限平均法 记铁折旧 那你说它每年的折旧怎么算 工程款多少钱 工程款呢 是5亿5000万元 就是甲这边最终所确认的固定资产的原值 所以50年每年的折旧呢 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那么到209年的6月30号过了一年半的时间 甲公司以7个亿的价格呢 不含土地使用钱 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出售A办公楼款项已经收到 那在个别报表的角度呢 是处置固定资产 那么售价和它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呢 要进入到资产处置收益的 账面价值呢 用原值减掉过去这一年半的时间 具体的折旧就行了 要求第一问 那么根据资料一呢 计算已公司206某7年度分别确认的收入 并编制206年度第一年 于建造A办公楼义务相关的全部的会计份录 实际发生成本的份录除外 来吧 我们先算履约进度 用已经发生的成本3个亿 除以估计总成本 我们已经发生的是3个亿 那么估计未来还要发生的是2个亿 那就是3个亿除以多少5个亿 相当于是60%了 是吧 那么城上总的交易价格5亿5 当年确认的收入呢 是3亿3000万元 分落借合同结算带主营业务收入 3亿3 我们要带合同履业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是3个亿 那么按照成本法算履业进度呢 当期发生的合同成本 跟当期截转的营业成本金额 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题有一个说明 不需要编制发生合同成本的分录 所以我们直接就把它截转为什么 主营业务成本了 借应收账款带合同结算是2亿5 借银行存款带应收账款呢 是2个亿啊 我们这边借应收账款 这边带什么 带应收账款 把它冲了是吧 那借应收款的是2亿5 带应收款的是2亿 那就意味着应收账款还有余额是多少 应收账款呢 还有余额是多少 是5000 这边有应收款5000 就意味着那边假的母公司 就得在账上报表确认应付款是5000 那双方才能够对上账啊 这样的话 合并报表层面 如果说编完整的分落 抵消啊 还得把这边的应收余额是5000 和那边的应付账款余额5000做抵消 但是后边的问题呢 合并报表的抵消分落呢 没有让我们编制第一年的 只让我们编制第二年的了 就是把这些问题给这个简单化处理了 同时呢 我们看这个科目啊 合同结算呢 3亿3借方 我们这个呢 带合同结算呢 是2亿5 那就意味着3亿3减掉两亿5多少 有8000啊 还有8000万元的合同结算余额在借方 在报表上叫什么 在以的个别报表上是不叫合同资产啊 叫合同资产 那么如果说让我们编制当年合并报表层面的抵消分落 你说这个合同资产怎么抵啊 合同资产的含义呢 是我已经提供了我的履约义务 但是呢 这个钱你还没给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站在整体的角度 有合同资产吗 因为这个合同资产是我们以公司应当向谁呀 向母公司讲要的这个钱呀 只不过呢 它不过程无条件收取对价的权利 所以报表上叫合同资产 那也是一种收款的权利呀 只不过呢 它是有条件的收换权 当然站在集团整体的角度有这个东西吗 没有啊 所以说我们在合并报表角度呢 要把个别报表的那个合同资产从贷方冲落 借方调查知不知道 准备准备 站在个别报表角度呢 我们以公司的这个合同资产 相当于是向母公司讲这边收钱的一种权利 那么站在合并报表角度呢 自己向自己收钱呀 开什么玩笑啊 自己向自己收钱那算什么事啊 所以站在合并报表角度呢 相当于什么呀 相当于是我们把收款的这个权利 去增加谁呀 去增加在建工程的价值 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干活 自己给自己干活提供的服务 形成谁的价值 准不准吗 在个别报表形成了对假公司的一个收款权 但是在合并报表角度呢 我们提供的这个履约服务 形成的是谁的价值啊 形成的是在建工程的价值啊 所以说合并报表层面 我们要把这种收款权转换成为在建工程的成本 那就是要带一个合同资产 借一个在建工程 初期人担心广大考生 想不到这个分路 为了防止你们吐槽 影响通过率 后边的问题啊 合并报表 没敢问第一年的 没敢考第一年的 直接考第二年了 那第一年如果考的话 那你得知道啊 所以给大家延伸一下 如果说问第一年的底效方楼 我们应收应付得有底效 这个大家能想到 这个25000减掉 这个2万还有5000块钱的余额 这边有应收 那边就得有应付 底掉去费 但是合同结算 这个不容易想到啊 他俩 卸方313减掉这个贷方215呢 还有8000是吧 对啊 还有8000的余额 在以的个别报表上 叫合同资产 但是站在合并报表角度呢 相当于是 再建工程的价值 所以要带一个合同资产 借一个再建工程 接着说 那么20某七年 第二 第几年 20某七年是第二年了 那么第二年 我们应当确认的收入 第二年完工了 用工程总的价款515 减掉第一年的收入 313就行了 2亿2000万元 那么我们第二年 截转的又发生的成本呢 前面资料当中有啊 就是211 把它截转为营业成本 就意味着第二年呢 以公司个别报表 确认的营业收入呢 是212 截转的营业成本呢 是211 站在合并报表角度有吗 没有 没有就抵一跳呗 所以说这两年 都要把子公司 个别报表的营业收入 和营业成本怎么样 给抵掉 因为站在合并报表角度呢 是自己给自己干回 哪有什么营业收入 哪有什么营业成本啊 那么抵消以后呢 对方抵谁呀 对方第一年呢 是抵母公司这边的 在建工程 等到第二年207呢 工程完工了 特别报表 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了 所以说第二年怎么抵呢 我们借营业收入的是212 带营业成本的是211 差额多少 1000万元 带方抵固定资产 是不是就行了 那你知不知道 第一年这个怎么抵 第一年借营业收入313 带营业成本呢 是3个亿 形成带方差额呢 是3000 第一年呢 带方抵的是 在建工程 这是第一问 做完了 那么第二问呢 是根据资料一 计算甲公司 因出售A办公楼 应当确认的损益编分落 这太简单 那么实际工程造价515 形成甲这边 固定资产的历史成本 那么过去这一年半 提多少折旧啊 515除以50年 乘1.5倍 1650 这样的话 它的账面价值呢 用515减掉1650 减掉1650 售价呢 是7个亿 这个是售价 减掉什么 减掉它的账面价值 的差额16650 分录呢 带固定资产515 借累积者救的是1650 那我们借方差额53350 固定资产清理了 同时呢 我们带固定资产清理 把它截平 收到前7个亿 借银行存款 差额16650 资产处置损移 就行了 送分的 第三问 根据资料一呢 编制甲公司207年 就是工程建造的第二年 完工的这一年 208年度 209年度和令发表的相关抵消分数 没敢考你第一年的 第一年的分数呢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口述了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笔记呀 那么207年 让我们编207那你得知道206咋做 然后抄过来替换就行了 206刚才说过了 是借营业收入313 带营业成本的是3个亿 然后带再建工程的是3000万元 等到下一年怎么抄过来 然后替换 营业收入减掉营业成本的差额呢 替换成为年初未分配利润 再建工程到下一年转固定资产了 那就替换成成为什么 固定资产呗 是3000 同时呢 针对第二年当年的这个内部交易呢 我们冲子公司个别报表的 营业收入212 营业成本的是211 差额呢 是1000 我们冲甲这边 个别报表的固定资产是1000 是207是吧 那么208呢 208的话呢 他们两个并到一起 是不是就行了 加起来是不是4000了 4000呢 我们要带什么 带固定资产 计划呢全都是年初未分配利润 就是第二年当年的这个营业收入减掉营业成本的差额 到下一年 也得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了 所以呢我们借年初未分配利润呢 带固定资产是4000 同时呢把第二年多提的折旧给他抵掉 对吗 我们207年抵完工的 回去查一查啊 207年的12月份完工 那就意味着当年不提折旧 从208年开始提折旧 所以208年呢 还多出来一个什么分了 还多出来一个个别报表 多提折旧的抵消分了 4000除以50年 这个结果呢是80 借固定资产一杠累计折旧 代方充管理费用 209年 209年的中途 6月30号把它卖了是吧 卖的话我们怎么编分路啊 就是前面持有期间的分路 涉及到固定资产的 包括固定资产原价 包括固定资产一杠累计折旧 通通把它替换成为什么 资产储置收益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这个怎么提换 借年储未分配利润4000 代固定资产换成什么 换成资产储置收益的是4000 这个怎么换啊 借方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呢 换成资产储置收益80 代方的管理费用呢 到下一年换成年储未分配利润 都是套路 真的并不难 好吧 把当年多提的折旧抵掉啊 因为6月30号卖了 我们固定资产准则说 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 当月照提折旧 半年的时间 所以呢 4000除以50年乘12分之六 半年的40 如果不卖的话 这个分数咋些 那就是借固定资产 带管理费用呗 现在卖了 把固定资产换成什么 资产储置收益一倍 所以呢 我们借资产储置收益 带管理费用呢 是40 官方的答案 是这样的 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官方的答案呢 是总共分两步 先不认为把它卖掉 先不把固定资产 替换成为资产储置收益 那就是这样啊 我们2008年 你看看 这个固定资产 和这个固定资产 是不是销了一个呀 销掉一部分 4000减掉80 剩了多少 剩了3920对吧 那到下一年的怎么换呢 那就是带固定资产3920 借方呢 是年初未分配利润 你看是不是在这儿吗 期初未分配利润 年初未分配利润 无所谓 都行 同时呢 我们把第二年 当年 就下一年当年 多提的折旧底调 4000除以50 乘12分之六 借固定资产 一杠累计折旧 带方充管理费用 之后呢 我们再编制第三笔分路 把这里边的固定资产 就是前两笔分路固定资产的余额 账面价值 还有多少呢 3920减掉40的差额呢 是3880转到哪去 转到资产处置收益 借固定资产代资产处置收益 最终的结果 跟刚才我们编的这个 按照这个套路编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考试怎么来都行 这是第一个故事讲完了 那么第二个故事呢 说丙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那么贾持其60%的股权 为购买科学实验所需要的设备 那么20某9年的5月10号呢 丙公司通过贾公司 向政府有关部门 递交了400万元的补助申请 20某9年11月20号呢 贾公司收到政府 波夫特丙公司购置 B设备的补助款是400万元 20某9年的11月26号呢 贾公司将收到的400万元 通过银行转账给丙公司 这个资料呢 问的是判断政府补助 是贾这边的政府补助 还是丙这边的政府补助 并说明了有 补助的对象是谁呀 是丙 贾这边只是一个什么呀 握手 所以呢是丙公司的政府补助 那这个补助的对象是 贾公司呢 只是提到了代收代付的作用 第三个资料 丁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水利发电的企业 那么贾公司持起100%的股权 丁公司从20某5年2月26号开始的建设C发电厂 为解决丁公司建设C发电厂的资金不足 那么母公司贾决定使用银行借款对丁公司增资 就是贾当妈的到银行借钱 然后把这个钱呢 作为资本金投给孩子 那20某7年的10月11号呢 贾公司和丁公司签订增资的合同 约定对丁公司增资5个亿 那就意味着贾公司个别报表上 要按照这5个亿怎么做呀 借长期股权投资贷银行存款 那么站在丁公司个别报表呢 借银行存款贷实收资本或股本 20某8年1月1日 那么贾公司呢 从银行借助专门借款 专门借款是5个亿了 将上述借款呢 作为出资款全都转让给丁公司了 那么这个借款的期限是两年 年利率6%跟实际利率是相同的 没有利息调整 那么利息呢 于每年年末来支付 丁公司在20某8年1月1日 受到假的上述投资款当日呢 支付工程款是3个亿 怎么做呀 这边搞工程呢 带银行存款企业再建工程 那么20某9年的1月1日呢 丁公司又使用假的投资款 支付工程款是2个亿了 那继续借再建工程 带银行存款没 到这的话呢 就把母公司给他增资的这5个亿呢 全都给花掉了 花妈妈的钱不心疼 丁公司未使用的假公司投资款 就是暂时闲下来的 在20某8年度产生的理财产品的收益呢 这是600万元 你说站在丁公司个别报表的角度 这个钱是借款吗 我说站在他个别报表角度 他妈妈投给他的呀 所以站在丁公司个别报表的角度呢 是属于什么呀 权益资金 不是借款资金 所以就不涉及到利息费用问题啊 但是呢 把闲下来的这个钱呢 去购买理财产品赚钱了呀 这怎么处理呀 赚了600万元 这600万元呢 在丁公司个别报表的 要把它寄到哪去 投资收益 比如说借应收利息贷什么 投资收益是600万元 那我再问你 站在合并报告主体 把假和丁给他圈起来呀 这是什么钱呀 从银行借的呀 这钱干嘛了 这钱搞工程了 所以站在合并报表角度呢 相当于是专门借款 专门借款 在资本化期间内 产生的利息收入 你说大处理呀 充减资本化的金额呀 要充资金工程 另外呢 我们合并报告主体 对银行的这个利息 也要资本化走资金工程啊 所以合并报表层面 资本化的金额呢 就是对银行的那个利息的总额 扣掉啥 扣掉这600 C发电厂 于2019年12月底呢 完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要求 第五问根据资料3 说明甲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 在2058某九年度 个别报表 与合并报表 分别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2058年度 个别报表呢 是把它寄入到当期损移了 个别报表 就是在母公司个别报表层面啊 母公司 个别是这个吗 母公司个别报表层面的这个费用 不符合资本化的条件 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母公司个别报表上 它借来的这个钱 没有用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上 有人说不是搞工程了吗 那是子公司这边搞工程了 母公司借来的这个钱 去投给子公司 形成长期股权投资 请问长期股权投资 是不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不是 因为我们借款费用准则呢 说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呢 那得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构建或生产活动 才能够达到预定可使用 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存货等等 而我们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呢 瞬间形成了 那就意味着母公司个别报表 从银行借的这个钱 不是用于什么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构建上了 所以呢 他对银行的这个利息 五个亿乘百分之六是三千万元 在个别报表呢 要把它记住到当期损益科目的日 是财务费有说的是个别报表 那么在合并报表层面呢 相当于是合并报告主体到银行去借钱 搞工程建设 符合资本化的条件 要记住到再建工程的成本 金额呢 是用五个亿乘百分之六 总数三千万元 再减掉什么 闲下来的这个借款 去投资 所产生的六百万元的收益呀 结果呢 是两千四 那么合并报表层面的调整抵消分路呢 这个记报 怎么说呢 这个分路啊 应该说准确的说法呢 是调整抵消分路比较严谨 这个分路大家看不懂 为什么 因为它是若干比分路和平到一起的结果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分路的原理 这个分路的原理 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先说母公司个别报表 母公司个别报表呢 带应付利息借财务费用三千 刚刚已经说过了 因为母公司个别报表 它不符合资本化的条件 那么子公司个别报表呢 它这边根本就不是债务资金 是母公司投给它的 所以不涉及到利息费用问题 但是它涉及到利息收入 因为闲下来的这个钱呢 去购买理财产品赚了六百万 我们要借应付利息带什么 投资收益 接下来 合并报表的结果 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呢 我们对外的这三千万元的利息啊 应该是寄到哪去 资金工程 所以要带应付利息借啥 借资金工程 是三千 同时呢 还要干嘛 我们闲下来的这六百 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呢 那得充工程成本啊 那你就是借应付利息 带方充什么 资金工程 大家就会发现这个业务 个别报表的处理 与合并报表的处理呢 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在合并报表层面 进行调整底效 咋底呀 咋调啊 我们先说上面母公司的这个分录啊 这个分录呢 借方是应付利息 合并报表这三千 借方也是应付利息 就不用调了 而我们母公司个别报表呢 第一个分录借方是财务费用三千 而合并报表呢 应该是什么 资金工程 所以咋调 就把个别报表的财务费用 从贷方怎么样 从贷方给冲了 那么借方呢 我们确认合并报表的什么 资金工程是三千 明白了吧 再看下边的这个分录 子公司个别报表 借应付利息 代投资收益 合并报表呢 是借应付利息 代资金工程 应付利息 不用调了 需要调的是什么 把子公司个别报表 代方的投资收益六百 从借方冲了 那么代方应当冲什么呀 冲合并报表 应该冲减的资金工程 所以呢 我们借方 下面这个分录呢 是借方冲啥 借方冲个别报表 的什么呀 投资收益 代方也是冲是吧 代方我们冲合并报表的 资金工程 上面这个分钟呢 借资金工程呢 是确认 确认什么 确认合并报表的这个结果 代方冲财务 费用冲的是个别报表的数字 看明白了吧 之后呢 我们把这两个分钟 合并到一起 合并到一起的话呢 这边借资金工程三千 这边代资金工程六百 是不是自然比较一部分 剩的是多少 两千四 那我们就借资金工程两千四 然后借投资收益六百 代财务费用呢 是三千 这个分录就平了 就是这笔分录 看到了吧 借资金工程两千四 借投资收益六百 然后代财务费用是三千 接着说 那二零某九年度呢 个别报表的借款费用 进入到当期损赢了 走财务费用 依然呢 是五个亿乘百分之六的利率 是三千万元 那么合并报表层面呢 应当把它进入到工程成本 也是多少 也是三千 因为第二年呢 不存在着 闲置的专门借款 去投资产生收益问题了 所以说第二年的这个分录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代方充什么 充个别报表的财务费用 借方呢 确认什么 确认合并报表的 再建工程 所以说这个分录的准确说法呢 是调整什么 是调整抵修分录比较严谨 第三个故事讲完了 第四个故事 乌公司呢 是一家制造企业 甲公司持有75%的股权 投资成本 是三千万元 个别报表呢 叫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2019年12月2号呢 甲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 同意出售所值务55%的股权 如果说卖掉的话呢 剩了多少 75%减掉55% 剩了20% 丧失了公职权 但是有可能保留重大影响 卖的彻不彻底呀 彻底 就是如果将来转转完成以后啊 原来的子公司离开合并报告主题了 如果说我们即将卖的这55% 符合持有代售类别划分条件了 我们要在母公司个别报表层面 和与合并报表层面 都按照持有代售进行处理的 那么2019年12月25号呢 甲公司与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签订了 不可设销的股权转让合同 向第三方出售期所持务公司 55%的股权 那么转让价格呢 是怎么样 机械完颜 12月25号这一天签合同了 这叫获得确定的购买成果了 是吧 一年内完成 又做出了决议 就符合持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了 那么甲运记呢 出售股权以后呢 丧失控制权保留重大影响 20某九年底的上述股权的出售还没有完成 那么物公司在20某九年12月31号 全部的资产账面价值的是13500万元 全部的负债价值的是6800万 我们假定这个金额呢 是合并报表口径的 要不然的话就不对了 这个他说的 他说是个别报表 但是呢 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是把它理解为 在合并报表层面的数字 就是按照购买日供应价值 持续计算的金额 那么甲公司呢 预计上述出售呢 将在一年内完成 因出售物的股权呢 将发生的出售费用是130万元 这样的话呢 处置价款是多少 是7000万 减掉预计的处置费用呢 130叫公运价值减掉 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我们转持有代数以后呢 还要拿他的账面价值跟什么呀 跟那个金额比一下 看看要不要贴 简直的 我们这个不效 那么第六文呢 是根据资料4判断 甲公司对物的长途 是否构成持有代数列别式 并说明理由 答案 构成 理由呢 签订合同前的准备工作 已经完成了 那么甲公司按照合同计定呢 可以立即出售 持有代数列别的 第一个大的条件呢 就满足了 那么董事会呢 做出决议 签了什么呀 股权转让合同 这叫获得确定的购买程度 预计出售呢 在一年之内完成 说明什么 第二个条件 出售极可能发生 也满足了 与其问呢 根据资料4 说明甲公司对物的 长期股源投资 在2019年度个别发表 合并发表 分别应当如何来列爆 个别发表呢 对物的这个长途3000万元呢 全都在什么 持有代数资产 这个项目来列爆 叫流动资产 那么合并报表当中呢 我们讲物的所有资产 13500打一个包 放到持有代数资产 项目列爆 把所有的负债6800 打一个包 全部在持有代数负债 这个项目来列爆 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题目 也讲完了 OK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讲这么多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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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